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曲 曲 李宗盛 這就是講說充電很麻煩的 如果是Plugging的或是說你是純電動車 或是Plugging的混合動力車的話 不一樣的東西 一般講說你是Level 1的話 120輛 你可能要衝到幾個 衝到八到十四個小時 你當然有一些什麼Level 2跟Level 3的 基本上不同的充電速度 就會很快 可能10到20 但是這就是怎麼樣 換電 上禮拜講的蠻清楚的 換電 我覺得可能在商業上用換電池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用充電可能還是比較緩不積極 電動車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你的基礎建設 你的家電站要夠 基本上你如果沒有辦法像加油站那麼的Lag的話 其實你說家電站跟加油站 家電站比加油站還簡單 它也不用出油草也不用幹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 充電的速度 所以說基本上充電的速度你要夠快 就這樣說你充電之後你的旅程要夠遠 你這個東西有辦法解決之後 你的電動車才有辦法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說它的好處 很安靜 聽說開電動車的人都以為自己熄火了 開腳的時候都以為自己熄火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還不是很習慣 然後它的效能基本上你就是沒有像那個油車有特定的轉速的時候是效能最高是怎麼樣 它都是一定的 然後基本上你一旦電還是比油便宜 因為電是大量生產出來不像油的話這個還是比較便宜 這個也是一樣 都看起來都是很那個 Energy security 基本上發電的方式很多種 所以說你只要這個國家自己可以掌握發電方式的話就不需要養賴的嘛 這個是最早期現在不應該用這個 現在也不應該用這個 買了很早期的時候 不過是RAV4的EV是還蠻流行的 不過你看看那個年代還是126mAh 126mAh是多少 乘以1.6 大概不到200公里 你要從新竹開到台北回來剛剛差不多好還不能亂開 還不能開錯路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環保基本上蠻環保的 不過現在還是經濟上面還是沒有競爭性嘛 所以當然你要發展電動車的話就很多相關的產業都要有啦 這只是跟大家講說基本上一個產業你能定 所以我常常講說我們要個戰略 戰略出來之後戰術才能展開嘛 當然你們的人生也是一樣啊 你要一個大的目標啊 這個目標出來之後你才能知道我要怎麼做 你那個人生的目標出來之後 你根本不曉得怎麼去好好去做一些規劃 所以它有好多好多的那個相關的工業你可以做的話就可以做 我們講說基本上電動車 除了電動巴士 可能上個禮拜聽完我可能對電動巴士覺得應該是可行的 但是小車的話我覺得純電車還是不太可能 所以怎麼樣 還是要Hybrid嘛 還是要混合動力車嘛 所以基本上它的好處就是基本上有很多啊 還有什麼重新的煞車 那個什麼環境是煞車回充功了嘛 然後基本上看你怎麼設計 你的引擎可以設計 這就是說比如說那個引擎轉速 永遠在最佳轉速的時候 不像說我們存油車的時候 啟動到最高轉速的時候中間要有個變化 它永遠在最佳轉速裡面 所以可以讓你能源使用率很高 然後基本上就是 而且它的Maintainable Safety應該都還是現在都已經蠻不錯的 要個馬達 然後這Generator 這Generator就是一個發電機 這個發電機可能是接我的內燃機 也可能接我的燃料電池 反正就是發電機構 電池就不用發電機了 就是一個發電機構 然後這邊也有電池組 就是這樣子就形成一個什麼樣 一個混合動力車 所以我會說混合動力車 有兩種啊 基本上一種是什麼叫串聯式的 串聯式就是說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串聯式是怎麼樣 我跑一定由電來跑 一定由馬達來跑 那我的有性會幹嘛 充電 所以我只要引擎打開 它一定是在最佳轉速的時候 最省能的轉速 因為它的目標只是用來充電 這個時候的話它可以讓它效果很高 然後它跑完全是靠電來跑這樣子 那串聯式就是怎麼樣 兩個同時啊 我的油也可以跑 我的電也可以跑 到底什麼時候要油跑 什麼時候要電跑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需要一套系統 就是說到時候有套電腦你要怎麼去設計 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其他Hybrid Unit就是怎麼樣 就是變成說你也可以跟其他的什麼 那個儲能裝置都在一起 不是電池啊 比如說我們可以講什麼 有超級電容啊 這個也是一個儲能裝置啊 還有什麼樣 這是飛輪啊 大家知道飛輪吧 對不對 飛輪就是把它存成動能嘛 但是飛輪比較不好的地方是因為它是動的嘛 它有那個Moving Parts 比較有移動的那個雲件 所以危險性還是比較不是那麼穩定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像出任何的什麼樣 任何的儲能裝置 只要適合都OK 所以當然現在最主流就是什麼樣 就是電池嘛 那是最主流 我現在有點敢進度 所以把這個講完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儲能裝置有哪些 你看 你可以看看為什麼引擎 為什麼油車還是那麼的吸引人 這邊是什麼樣 就是我單位質量的什麼樣 單位質量的什麼樣 單位質量的什麼樣 這邊是我單位質量的什麼樣 功率 你當然希望越大越好 單位質量的能量越大代表可以跑越遠 單位質量的功率越大代表什麼 我的輸出越快 扭力越強 所以我當然希望我是往這邊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什麼汽油 你用吃汽油的 當然是最好 這個氫也是一樣 但是氫的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儲存跟運輸的問題 不然的話 氫跟汽油都是在這一角 在這邊這一角你看 這是什麼 超級電容 基本上我們剛才講過說 它的輸出能量很快 但是就不會割 一下子就沒了 電池 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能量還比較久 但是輸出的功率就沒有超級電容那麼大 中間還有一個飛輪 也很好 這套機上面都是好的 飛輪也是好的 但是飛輪講說就是機械硬件 因為裡面有轉動 可能安全性怎麼樣還是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邊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比較少的 這邊是比較小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希望越往這邊也好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飛輪如果可以弄一個很簡單的機構 然後很安全 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出能裝置 當然飛輪你還要設計什麼 你還要考慮到說它旋轉那麼快的時候 它會硬力或會斷掉 這個時候顧慮都要進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HEV好處 好處的話基本上就是那個什麼 如果那些出能裝置裡面為什麼要選擇電池 雖然電池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好處 基本上很mature 非常成熟的那個技術 第二個是什麼 如果用鉛電池的話很便宜 第三個完全沒有移動的不像灰軟 有移動的那個零件 然後基本上怎麼樣 還有那個什麼 比飛輪跟它的儲能量更多一點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是什麼樣 如果你要什麼樣 用鋰電池的話可能還蠻貴的 然後基本上它的什麼壽命會比你車子短 所以變成說你車子在報分之前 你可能要換過好幾次電池 這個是我們不希望的 我們希望如果把電池視為一個車子的引擎的話 我希望我一輩子引擎都不要換 這個線上還是沒辦法 所以到時候你還是換引擎組 然後這個是飛輪 這個飛輪大家都知道就是讓它旋轉把它舉動能 好處是什麼樣 基本上它是在線的主軸上面 所以功率跟能量都還算是不錯 不好的地方是什麼樣 這個當然是比電池低 它在線上它是比電池低 大家要記得那個線有沒有 電池在這個地方 它的地方適用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比較低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什麼 它有移動的零件 這是很好 然後這個我就不講 這很簡單 反正就是你要算飛輪的存能量就跟什麼 冠性鋸、香橙、動能 這個時候你就要算它的什麼樣 會不會斷電、會不會有危險性 你就要去留給財産力學的嘛 就留給鄭文雅老師吧 這個是什麼 超級電容 上次那個什麼 上次那個演講講的超級電容 這是另外就是把電荷存著 但是它的好處是放電很快 但是一下子就沒了 這個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材料系的人 他們就做了很多這樣子 這邊講說現在市面上的HEV 大家看一下有這些 你可以看得到的大概都有 當然現在看起來還是Toyota 好像是最那個嘛 對嘛 第一顆嘛 我想 第一個Toyota 這是大概全世界最暢銷的那個 那個溫暖動力車嘛 現在台灣也很多嘛 它是用什麼 用那個什麼 鎳氫電池 這是用鎳氫電池 所以我就記得說用鎳氫電池 因為我記得它是用鎳氫電池 這樣子 這個事情你打開看起來是長這樣子 看起來是Hibrid unit 然後基本上 這邊是講說 這個是一個 當然我沒開過啦 這是一個 從網路上面抓出來的一些 它的儀表板 基本上儀表板裡面就有一些不同的 當然這是問題是電腦操控的 你不需要自己去控制 它自己會跟你講說現在是什麼MOD 這個就是說基本上你的混合型的 你引擎直接可以接來 我先講這不是這個MOD 引擎可以直接接來有動力 我的馬達也有動力 但引擎跟馬達也可以相接 比如說今天我的引擎發電給馬達 然後這個電給馬達 但是有時候我電超電過的話我還可以回充給它 所以在不同的開車情況的時候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它有不同 比如說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完全電動 引擎沒開 完全電動引擎沒開 可能剛起速的時候你就完全電動引擎沒開 那這個是說怎麼樣 可能在煞車的時候 可能在煞車的時候基本上我煞車了 我那個發電電還有回充啊 這個時候應該是在煞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話可能是說功率比較 那個電已經快沒電了 那低速的時候快沒電了 我引擎就開了 那引擎開的話我就發電給馬達 馬達一方面來行駛 有一些電就是回充 這個應該是說低速然後那個電瓶快沒電了 那這個是什麼樣 這個是說應該是高速的時候 很高速的時候電就不是那麼好了 就完全用引擎 所以高速就是引擎完全給開車 那這個時候它還可以發電 電還可以回充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火力全開的時候 基本上有跟電同時開 這個時候的話基本上它多有電 反正就是有很多的夢 所以你會發現說 油電車這種不同的形態的控制 也是一門學問啊 你也是要好好寫個晶片 然後好好去控制說什麼時候 當然你如果要耍帥說 那我能不能自己控制 可以啊 不過這個是太複雜了吧 你說你還可以什麼 什麼一檔、二檔、三檔、四檔 還可以耍帥一下 這就不用耍帥了 這就完全掉給電了 就幫你做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你會看到不同的模式 那事實上我記得有三年前我去加拿大的時候 加拿大的小黃全部都是混的動力車了 他們那時候他們不是想沒有長那麼複雜 不過就已經很清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儀錶板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油電混合車 剛才講的是那個Prius在1970到2010年是用鎖氫電池的 那現在這個要update一下 到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就用鋰電池了 鎖氫電池還是在這個比較早期 就用鋰電池 然後就一直往上漲這樣子 後面都是鎖氫電池的 鎖氫電池後面都是鎖氫電池 OK 鎖氫電池 現在就已經在煎腸水 還有鎖氫電池 鎖氫煎 鎖氫電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